各位Maz的同学,你们好 这里是我们芒果DB最佳实践的第三讲 如何插入新数据 那在上一讲中呢 我们已经成功在我的虚拟机上 安装了一个芒果DB的instance 现在我们就直接来使用它 打入芒果,启动它的文字客户端 那它默认呢,会连接到我们这个TES数据库 我们呢,切换到我们昨天新建好的MazEDU这个数据库 好,你看,就成功的切换过来了 那有同学说,我想用我自己的数据库 没有问题,TENUCE 我们可以建一个MazEDU 这是给我来开发的一个数据库 MazEDU,ServorStep 个人的,咱们给它咱们研发实验性质的一个数据库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往里面插入数据了 可是数据插入到哪呢 数据不能直接插到数据库中 而是要插到数据库下面的一个collection中 大家要说啊,你这collection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你想,这数据库能存那么多数据 它不能都混到一起啊 这基本的思路就是 我们把相同的同类的或者相关的数据放在一个collection里 那对于我们Maz学院EDU这个打算作为我们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来说 那也不难设计 我们可以把学生放到students这个collections这个数据集里 将来可以把课程放在我们可以放在这个cosis这个数据集里 老师可以放在instructus这个数据集里 那我们先来创建一个学生吧 怎么创建呢 db.students 他就来选择选中了 或者来使用我们students这个数据集 大家说你还没创建这个students这个数据集能用吗 可以 他发现如果没有,他会自动帮你创建 在这个数据集里 插入一条记录 这个instructus其实是 如果大家要给我编程经验的话 它是个function 那function是什么特点呢 它后面接个小括号 这个圆括号 圆括号里接它的参数 那么这个圆括号里边呢放个参数 这参数放什么呢 就是你要插入的这个数据 数据什么形式 是我们jsonstyle的一个document的形式 jsonstyle大家如果熟悉的话 就会知道它是一个这种花括号 大括号括起来了 里边放各种值 这个值有个特点 它都是keyvaluekeyvalue成对出现的 先打key 这个学生name名字叫什么 叫mac吧 好吧 那这就是一对keyvalue 它的key是name 然后冒号后面接它的value value是个string 一双一号扩起来的mac 再来一个 逗号分隔 它的年龄 年龄什么 年龄咱们不能自不串 咱们得是个数字 18 18岁 两组 两组keyvalue 一个是name 它们中间都号分隔 都放在我们这个花块号里里 好 这就是芒果db的一个document的一个比较简单的document的 我们回撤 它就被成功的插入到我们students这个数据机里 现在我们玩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 再建一个 james 刚才我用这个 向上的这个键盘下上这个键 就会把我刚才打过的那个命令 给重新调出来上面修改 大家可以上一点事 它年龄25岁了 它呢 多一点信息 它有个什么信息呢 它有一个 电话号码 但是电话号码可以一个也可以多个 可以连手手机啊 对吧 接下来电话怎么办呢 门火db对这种 你可以有多个值的 可以用数组来表现 这个缝啊 它有一个5588775 它留着第一个电话号码 第二个电话号码 它留个手机 139544332 它就有两个电话号码 对吧 大家可以看这个数组的形式 首先数组是value 对不对 它放在帮号的后面 然后它以这个方括号 就是键盘的大括号下面那个 方括号 然后里边是一组一组的值 我这里边是两个streme 它两件号码 中间一样也逗号来分个 那这就是一个数组 我们回撤 这条数据呢 就也被查入进去了 那很多同学说啊 你这个 如果想再复杂一点行不行 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更复杂一点 我们再来个第三条记录 我们再稍微改一改 这个我们的Marie Marie什么情况 他这个年龄 小一点 他的信息啊 更加更加完全了 他有context的信息 好 那context信息里边呢 它可以 是个数组 因为它可以有 多个context信息 就好像你在淘宝上 你买这个商品 你可以送到不同的送货地址 对不对 那 数据 数据里边可以是对象 可以可以有两个context 两个对象 好 对象就是以这个华国块块块在一起 那他有一个 address 地址 哎 address更不得了了 address你看 他都有城市啊 对不对 有街道啊 他可以再内签数据 address 你可以 你看 address可以再画括号 city 上海 然后 street 那么他住在这个 南丁路上 好吧 他其实是一个内签对象 address 然后呢 这里边呢 他的缝 我们可以用上次边的一个结构 缝可以是个数组 但这个数组也可以只放一个元素 对不对 好 这是他的一个context 第二context呢 可能写的不是很完全 他可以只放个缝 啊 你没有问题 这个存储呢 其实是 是非常非常灵活的 好 就被 创建进去了 那么大家说 你现在写了三条记录 我怎么想看一下怎么办 db 还是 students 大家可能不愿意输怎么办 你可以按这个跳格键 打到前面几个之后 按一下这个跳格 他就会帮你自动完成 把你提示给你 好 这students 怎么看里面记录呢 这个fun 它同样是个function 小括号 这个小括号里可以接参数 会有不同的妙用 那我们下节课再讲 这里我们就不接任何参数 一回车 刚才查的这个数据啊 就都 就都被 显示出来了 还有三条记录 对吧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Mac同学 一个是我们的James 一个是我们的Marie 他们各有各的数据 大家发现有个东西被多出来了 就这个 这个ID object的ID 它怎么回事呢 它是我们芒果db 在你插入数据的时候 它看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字段 下滑线ID 它就帮你插入一个 唯一的一个可以说是唯一的值的一个 这么一个叫objectID 看着好像挺长 其实很经典一个格式 它是一个有96位这个二进制组成的这么一个 一个数字 当然以Json的显示 显示出来的时候 它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其实很有用 因为你数据里边 方箭里边你要把它拿出来 那我们需要唯一标识它 这个ID就起一个这样的作用 那大家说我自己设一个ID 行不行 那我跟大家说可以 你要是不放下滑线ID 它会帮你建 如果说你 你就想我自己来一个吧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你可以使用你自己任何的一个格式 ID 得画画号 把它忘记了 好 这就是我的ID 好 我们大家再看一下啊 看 那这条记录呢 就是我插进去的 他们 他们系统就没给他一个新的ID 那同学们说了 那我再来再来一个 还插一个我的ID 好看 它又出错了 因为ID必须得是唯一的 我再插一个myID进去 就不行了 它就说一个duplatedkey myID重复了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还是只有一个myID 对不对 那大家可能就说了 说你现在你这个东西看起来是挺灵活的 书组啊 内嵌的对象都能往里边插入 那查询怎么样呢 哎 那我们下节课就会讲 怎么来在芒果DB中查询 那也会布置一个作业啊 大家希望大家能够以我的这个 类似的这个结构吧 往students里面呢 多查一些数据 不同的name 不同的年龄 然后他们下面可以有不同的数据 比如这个contacts啊 然后这些address啊 大家都多查一些 然后我们下节课就来讲这个查询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